嗨,大家好 今天用杏鲍菇和木耳给大家分享一道美食 木耳里面加入一勺糖 一勺小苏打 加入清水 五分钟之后木耳就会泡发得很好 所有食材清洗干净 把杏鲍菇切成条备用 青辣椒和红辣椒切成四备用 再剁点蒜末 小葱切成段备用 下面把杏鲍菇和木耳放进开水锅内焯一下水 焯水后捞出备用 碗内打入三个鸡蛋搅散 锅热放油 油热之后加入蛋液 鸡蛋炒好之后盛出备用 锅热再次放油 加入蒜末和葱段炒出香味 再放入辣椒丝 翻炒一下 加入木耳翻炒一分钟 杏鲍菇 鸡蛋 适量盐 生抽 小葱 翻拌均匀之后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杏鲍菇搭配上三个鸡蛋 这样做既营养又美味 孩子老人都爱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小新 下期见